《唐朝》 英文名字是Ten Dynasty 是未想天開故事誕生的年代 《唐朝》和現在隔了一千年 我們對它的認識說多不多說少就真是很少了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莫過於在鏡頭面前見到很多美食 但只可以望永遠都沒得吃 這個被譽為最多美食的地方 一直都不讓其他傳媒採訪 這次我洪永成 不是,是老鎮城才對 會和大家一起重返未想天開的拍攝禁地 這次只是申請入境都遇到很多難題 過程受到很多保安的流難 到最後一天才能借到一架彈車 現在就出發去拍攝禁地 老鎮城現在和攝製隊就來到拍攝的其中一個廚房 人家會流空 即是熱鬧的廚房 現在只剩下一些破舊的廚具 金蓮花 大唐盛世 唐人在皇帝影響下非常講究飲食 各地設有朝廷機構、品味市 以金蓮花去平定食肆 對任何廚師來說 得到金蓮花就是最高的榮譽 金蓮花是用純金打造製成的 拿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亦都不可以隨處吧 不小心地坐得上去的話 對於金蓮花爛了也不緊 最怕是市花開花 來到這裡當然要試試當地的美食 我打開煲蓋看看有甚麼厲害的東西 哇 原來是一條很厲害的鱉 大家奶不奶呢 我的意思是說大家奶不奶這條鱉是誰 答案是丁一山的 她天賦而品 有條很大的金舌頭 能準確辨別各種食材和調味的份量 不過之後她不用奸計斷了鱉筋 所謂男人有量同 第一就是斷鱉筋 第二就是斷子孫筋 聽我老友東方不敗王爭 逐年神功 必勝自功 那丁一山 她丁了一條尾筋 究竟有甚麼玄機呢 有沒有搞錯 找這樣的pops 我條尾邊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嗎 軟糯糯的又髒糯的 我條尾是這樣的嘛 雖然也不是很乾淨 但也不會差到這樣的嘛 啊